76岁大爷零租金租房条件是年轻单身女性得知原因我愿意入住 招勤俭董事黑发黄皮肤的年轻单身女性零租金合租 你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位76岁大爷发布的招合租的广告吗 而这是咱们一位粉丝的亲身经历 那么接下来我用第一人称给大家讲一讲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长按点赞按钮三秒助力一下 我叫李平今年28岁出生在江西香平乡一个小村子里 这个地方除了穷出名以外 彩礼也是出奇的高动不动就是几十万 而我的家庭呢也并不富裕 父亲患有严重的自弃管炎根本干不了重活 母亲也没有什么文化 只能在家里帮别人打零工 挣的钱呢也只够补贴家用 并且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虽然他们十分懂事 学习成绩也特别好 但是面对这样的家庭情况 我作为家里的老大 想要继续上学是不大可能了 我必须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 于是在我读完高中以后就辍学到外面打工了 当时听朋友说 广东这边发展的很好 机会很多 遍地都是钱 只要你敢去一定能赚到钱 后来我便一个人揣着一千块钱 出发去了广东 刚来到这里看一切都十分新鲜 我觉得这才是自己向往的生活 我便在当地饭店找了一份工作 给人家当服务员 毕竟这种工作管吃管住还能挣钱 虽然当时每个月的工资不高 而且还特别的辛苦 但是当我把每个月把钱寄给家里的时候 我还是十分开心的 干了一年之后 我觉得这份工作确实有点累 工资也不高 于是便和饭店里的认识的朋友 一起去了一个电子厂 听说那里的工资一个月要七八千 当时我们从事的工作 是打螺丝和包装这一类的 因为是做六修衣 所以每到周末还能和朋友到外面玩一玩 每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 我总是告诉他们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 让他们放心 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这个人就是我的前男友 其实他对我特别好 每当周末的时候 总带我出去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过情人节的时候 还会送我一束花 这让我十分感动 后来呢 两个人觉得一直在电子厂里打工 工作呢枯燥乏味 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才能赚到五六千 而且还得白班夜班的到 现在厂子效益也不好了 也没有搬可以加了 男朋友便和我商量说 在外面租个房子 摆个小摊 卖馄饨 每天又轻松赚的也不少 当时我想着这个建议挺好的 一来是厂子里也挺枯燥的 就这样我们搬到了外面住 但生意还没有张罗起来 突然有一天 他跟我说 他爸爸住院 要用钱做手术 但他现在身上的钱不够 希望能找我借一些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就把身上的钱全部都借给了他 大概有五千多块钱吧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就因为这五千多块钱 他居然跑路了 当他消失两天后 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我去他的朋友那找他 他们都故意隐瞒我 说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看见他了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自己被骗了 那段时间 我的眼泪都快枯干了 我想不明白 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但目前对我来说 更严重的问题是 我没有地方可去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也不想跟家人说 一来是怕他们担心 二来也是实在觉得丢人 原来的厂子 目前也不要人了 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房子 马上也快到期了 得尽快找一个容身之所 才是关键 一天晚上 我在外面闲逛的时候 看见一个小区门口 贴了一张广告 上面写着 成招年轻董事 黑发 黄皮肤的 单身女性合租 零住进入住 空巢老人 非诚勿扰 下面还写了一个联系方式 说实话 第一眼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 我就心动了 毕竟是零住进 于是我便记下了 上面的电话 当我准备拨过去 问问情况的时候 来了一位大妈 她跟我讲 小姑娘 你胆子可真大 零住进住房 并且租客 还是一个76岁的老大爷 你就不担心 她对你做些什么吗 一会儿旁边又来了一位大妈 她告诉我说 难道你看到这样的告示 就没有一点其他的想法吗 76岁的老头 零住进招租客 你就不怕他动机不存 是一个老色狼吗 听到他们这样讲 我也是有些害怕了 于是呢 我就赶紧先回家去了 也不再想这个事 但是呢 没一会儿 房东的电话就打来了 她告诉我说 明天你必须要交租金 要不然的话 我就把行李给你扔出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于是我就硬着头皮 给这个大爷打了电话 想问问具体的情况 在电话里 我说 大爷 您这确实是零住进吗 电话那头 大爷用比较严厉的声音 跟我讲 是的 具体的要求 我都写在广告上了 必须是单身 年轻女性 情侣和夫妻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放心 我也不是什么坏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明天可以来小区找我 于是第二天 我便提了行李 来到了这个地方 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刚走到大爷的屋门口 周围的邻居 就把我给围了起来 直直点点的对我说 你这个小姑娘 也不害少 可76岁的老头子 住在一个屋里 要是给你父母知道了 还不把你的腿给打断 当时我也是特别尴尬 屋里的大爷 听到了门外这么吵 一看我来了 便把我拉进了屋里 把门还给顺手带上了 我在惊慌失措下 打亮了这个屋子 我发现这个屋子 空间却是挺小的 大概只有30多平 屋子里两张床 和一个书桌以外 再没有其他现代化的电器 头顶上是一个老式的吊扇 让这个屋子 显得十分有年代感 最后大爷 走到一张床旁边 跟我一指说 你要是住就在这里睡 我当时就愣住了 因为这两张床只隔了一个木板 现在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些街坊邻居要说 这个大爷老不正经了 毕竟这个空间太狭小了 而且是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 难免大家会想歪了 但此刻我又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 我就想着站住两天 等我找到了工作就搬走 他一个老大爷能拿我怎么样 而且他看起来还挺严肃正派的 其实住的第一个晚上 我紧张的一晚上不敢睡觉 第二天困得不行 等大爷出门了 我才勉强瞇了一会儿 住在这里也确实蛮不方便的 虽然这里有厨房 但我白天基本上出去找工作 也不做饭 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也感觉非常别扭 但通过这几天 我观察这个大爷 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当的行为 他讲话的态度总是十分严厉 也不怎么说话 但他的穿着还是比较讲究的 戴着一副眼镜 后来我从邻居的嘴里才知道 他之前是当兵的 会写一首好毛笔字 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书画班 给人家当书法老师 每天也是白天出去 晚上回来 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老头 举止比较怪异 性格也比较孤僻 有时候跟他说话 他也不怎么搭理人 但我对大爷的一段时间的观察 也让我悄悄放下了心 工作也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 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正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 听见隔壁大爷 一直气喘吁吁的呼吸 非常急促 于是我赶紧起来看看什么情况 当时我看见他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想要伸手抓桌子上的一瓶药 于是我连忙递给了他 他吞下了药 好大一会儿才缓了过来 后来他跟我讲 说吓着你了吧 我心脏病犯了 平常这个塑效救星完都得背在身边 要不是你 今天我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我也是赶紧安慰他 我说大爷您也别客气 我也是特别感激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尽管说 后来大姐就告诉了我他的故事 也让我十分震惊 原来他是从台湾逃过来的 年轻的时候在那边当兵 因为他老家是广东的 后来想念亲人便偷偷逃了回来 等到他回到老家才发现 老家亲戚已经全没有了 就剩他一个人 于是呢他便买了这个房子 这么些年他也没有找老婆 就自己一个人过 现在年纪大了 也是百病缠身 担心万一自己哪一天不在了 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 于是便想出了这个 灵珠金 招租客的方法 一来是想找人聊聊天 二来呢 也暂时能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一些帮助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当他贴出广告的时候 那些街坊伶俐都对他议论纷纷 说他老不正经 说他是个老流氓 但他的本意是好的 他就想着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容易 在这边房租也是蛮贵的 于是他就想了这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却没有想到自己被这样议论 他给我讲 他不明白到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难道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还会对年轻的小姑娘有什么想法吗 找到一个人陪自己唠唠嗑也算犯法吗 平常他想找人说话的时候 一抬头都是四面冰冷的墙壁 内心也是十分的孤独 等他说完这些 也已是老泪众行 想必这些年一个人独处 心里也是非常苦闷 于是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放心吧 我一直会住在这里 只要您不嫌弃我就好 街坊邻居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最后大爷也是跟我讲了他的心里话 他说如果你愿意陪着我的话 等我百年之后 我就把这套房子留给你 但前提是你得一直陪着我 直到我走的那一天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现在就立遗嘱 明天就去公正处公正 其实对于这位大爷的心情 我也特别能够理解 但我现在也比较纠结 我不知道要不要一直陪着他 毕竟我也老大不小了 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 但是不陪着吧 心里又觉得过意不去 希望你们能给我出出主意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希望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长按点赞按钮三秒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